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切游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健康的食物 鸡蛋 我们都知道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经常肉蛋奶 是老年人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或者是对于孕妇来说也是很好的选择 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 每成人每日应该摄入蛋类是40到50克 相当于一天吃一个鸡蛋 这是我们的指南推荐要求的 但是有很多人对鸡蛋看法 褒贬不一 比如说有些人心血管疾病的人容易怕血脂升高 还有是有胆囊结食的人也怕吃鸡蛋 怕吃了以后什么样诱发胆囊炎 这个到底鸡蛋是有益还是有害呢 来看今日美国波士顿大学团队 他们在nutrition上发表研究 每周摄入等大于5个鸡蛋 患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 分别会降低28%和32% 什么意思吃鸡蛋 对糖尿病和高血压 竟然是有好处的 如果能配合其他饮食模式 对健康的益处会更佳 具体来说 每周吃等大于5个鸡蛋 如果还增加一些膳食纤维 鱼类和犬骨 这样的一个均衡的一个摄入 空血糖受损或者二型糖尿病风险 会降低26%到29% 就是下降 在此基础上 如果保证乳制品水果和蔬菜的摄入 则会使高血压的发病风险降低25%到41% 吃鸡蛋有好处 此前北京大学团队 他们开展了一个潮式的队列研究 他们也发现适量的摄入鸡蛋 就是每天吃一个 血液中有益蛋白 还有高密度脂蛋白是含量增高的 尤其是载脂蛋白A1 我们叫APO为半 它的水平是增高的 也就是说吃鸡蛋 有利于改善我们体内的血脂的水平 有利于降低什么心脏病 包括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有益的 但是凡事过有不及 同样是我国的另外一项研究 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 他们的团队在农村开展了一项 为期14年的水访调查 鸡蛋也不能多吃 比如说每周吃6个鸡蛋 他们觉得是合理的 如果每周过6个鸡蛋 超过6个鸡蛋以后发现 全因死亡率会显著增加 增加多少 35% 尤其是在比较瘦的人 风险增加就更为明显 所以说鸡蛋吃太少 不利于身体健康 吃太多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其中医生总的来说 还是按照指南推荐来 什么意思 适量 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 适度均衡才是最好的 每周吃5到6个鸡蛋 那么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最佳的 既可以保证蛋白质的充足来源 还能够降低糖尿病啊 还有高血压 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那还不至于导致什么血脂升高 但是摄入过多 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吃鸡蛋 一天吃两个鸡蛋三个鸡蛋 这个是完全超量了 那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 就是说吃多了 同样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和不良影响 所以记住均衡适当的饮食 永远是健康的前提 是最佳保证 好 那么您了解 每周应该吃几个鸡蛋才是最健康的了吗 也欢迎大家关注气游医生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